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移工训练证书课程 比有心自关心无家者的弟兄姊妹参加 其实圣经也是教我们要外伦社 甚至服侍一些最有需要的人 就好像坐在主身上 所以这个课程就很具体 来将无论我们在香港服侍一群贫穷人 一些老宿者 还有过来我们服侍一些流浪人 很想将个异象去跟教会和弟兄姊妹分享 以至于招募多些人来关心这些群体 通常住在这些恶劣居所里面 有三分之一是一些长者 部分就是在街上的老宿者 其实初阶只有六堂 很短时间 主要都是一些知识 一些技巧 让顶姐妹认识这些特殊群体 但进阶就很长了 有十四堂 还有我们还有一个遇见神营会 其实经常说侍奉主 就经常都挂着做呀做呀 但是主要说我们要心意更生而变化 所以我经常去看 服侍那些贫穷人 好像有一个银两边 一边就是去外边的服侍 另一边最重要是 你的生命要更生改变 还有主要很爱贫穷人 所以我们怎样经常去听到神的声音 怎样去服侍那些贫穷人 在这个过程学去更生改变健康呢 以至于我们懂得同主同工呢 而一班义工同工都分享他们的经验 在探访期间有什么需要注意 如果探路宿者 我想那个心态调节很重要 你去到你要当朋友那样 就不要觉得我来帮你 最好是朋友平起皮楚 去探访他们的时候就不要站在那裡 可能蹲在地上跟他们聊天 或者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尽量问一下他周围 你见他的生活如何 我在未参加武家姐协会的事逢之前 我都接触过一些老宿者 不过就撞反了 其实都不知道谈什么 其实都是想和他传福音 我叫他你回教会 我当然其实就不应该这样 因为其实他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可能他根本就呼显一下你 就算 其实应该就站在他的角度去 就是他需要些什么 或者他怎样才听得明白他说话 你不要问他吃饭了 你如果问他吃饭了 你如果问他吃饭了 还没吃饭了 那你们就要买的了 要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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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问你摸电话 就不能给他自己的 怎么会的 就不能穿高跟鞋 有没有叫管鞋 有没有叫管鞋